主料,干豆腐100克,大头菜300克,五花肉50克,辅料,油,盐,生抽,五香粉,葱姜末,背景,水淀粉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干豆腐切丝,锅烧开水,将干豆腐浊水至少变白色,捞出,大头菜皮筋切丝,五花肉切条,锅内放油烧热,下五花肉煸炒,加葱姜末, 五香粉,生抽,下入了大头菜丝,干豆腐自家肉盐翻炒,加围巾都保险出锅,烹饭技巧,干豆腐炒前要先炒一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